其实是19年前,凭杰恒空出世是获得过一次我们的华表奖,这次是第二次获得华表奖,心情有什么不同吗? 没有什么不同吧,因为我觉得我的本工作就是演戏嘛,我就是把戏演好,演更多就是能走进人心中的那种打动人类心的角色嘛, 所以这是我一直,一直,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,也是我一个特别热爱的视野,我就这样看着。 好的,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的华表奖,其实是汇聚我们非常多优秀的电影人,丁洁老师这次也是获得了我们的优秀女主角,您作为前辈可会对我们的青年的演员电影人们做出一些纪律吗? 我觉得首先来记住我们的职责,就是我们是演员,还有一个我觉得人是要有理想有追求的,所以我们在我们塑造的人物当中,我觉得应该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,能,我觉得还是要,要有美的东西更多一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